哦 所以我已经疲惫了 我们谈谈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在这个视频里 咱们就说中文吧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 特别是最后的几个月 真的可以说是我和我的家人们 经历过的最跌宕起伏的一段时间 首先 我爸妈来美国了 在此之前 我们快四年没见过面了 虽然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视频聊天 但是他们在机场出现的那一瞬间 我还是激动坏了 他们刚来的时候 正好也是秋季学期刚开学的时候 虽然我父母很喜欢我学校的新地址 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 但是那个地方离我家太远了 特别是星期三早上八点开始的课 我得不到六点就起床 太痛苦了 更糟糕的是 就在我爸第一次来美国的第二个星期 他就在我们的后院 不小心伤到了眼睛 而且那天还是我妈的60岁生日 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 发生了很严重的意外 带他去看了附近的眼科医生以后 才知道我们必须马上送他去急诊 而且得去开车一个多小时的巴尔蒂摩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我们就经常得带我爸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医院 做各种检查 然后他也做了好几个手术 好在手术很成功 现在我爸的眼睛已经基本上恢复了 这两个月里 我也同时在培训中文语音老师 合作Rita's Chinese Academy 12周的发音训练营 学校因为一位老师突然离职 又给我多加了新课 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扛过来的 虽然时间这么有限 但是我们还是安排了两次旅行 带我们的父母去看了看美国最大的两个城市 纽约和洛杉矶 我们当然吃了很多非常地道的中餐 见了很多朋友 可是你猜怎么着 我们又扬了 但不管怎么样 我爸看到了他期待的美国大城市 他总说我们住的华盛顿郊区 没什么人 没什么高楼大厦 还没完最重要的来了 这几个月里 我们有压力很大 非常焦虑的时刻 也有在一起享受美食美景的欢乐时光 但要说最激动人心的 还是我和Chris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 一个好消息的时刻 那就是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如果你知道中国的家长 有多重视孩子生孩子这件事 你就能想象过去几年 我的爸妈一直在催我们生孩子 而对于我和Chris来说 经过疫情的几年 我们都觉得是时候扩大一下我们的家庭 开启为人父母的新篇章了 现在我怀孕四个月了 这次前所未有的人生经历 依然每天都让我和Chris开心的尖叫 我们和父母也在和越来越多的家人朋友 分享这份喜悦 今天我也想告诉YouTube的朋友们 在大学任教两年后的我 在2024年会重新回归 全职的视频制作和课程开发 为了宝宝 我需要更多时间休息 学习健身 为了没有更好的中文学习资源的学习者 我空出来的几百个小时 相信也可以做得更多 去年我也找到了几位很棒的小伙伴 加入我的团队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准备 2024年上半年的训练营和课程更新了 敬请期待 今年注定是我和我的家人 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和大家多分享一些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